在NBA历史上,有5名球员得分超过2万分,篮板超过1万个,助攻超过4000次,他们分别是贾巴尔,张伯伦,卡尔·易玛龙,加内特和巴克利。 但奇怪的是,每当人们谈到巴克利的成就时,却总是先想起他贯穿史中的那张别别不休的嘴,他这辈子说过太多太多快制人口的话了,如果出一份口头影响力的榜单,第二名到第99名成就的总和都比不上巴克利一个人。 巴克利一直都是一个奇特的人,无论是身材,技术还是个性,巴克利曾经说过,在我的年代,乔丹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和我拥有同样统治力的球员,不同的是,乔丹统治的是外线,巴克利统治的则是内线,尽管他官方数据上的身高是1.98米,但是方间传说巴克利只有1.91米,一个很明显的事实是乔丹的身高是1.98米,而巴克利明显要比乔丹矮,正是这样一个矮。 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里,统治着那些比他高一个头的内线球员,出进联盟时,巴克利带着保龄球的外号,人们对于这个矮个胖子并不看好。 但是仅仅一个赛季后,他就彻底改变了人们的看法,他可以在一堆七尺长人的头顶抢到篮板,然后像坦克一样开进到前场,并以怪兽般的进球完成表演。 半场进攻中,巴克利能在任何区域投篮命中,然后回到防守端,他可以轻松盖掉那些中锋的投篮,也能跑到外线抢断后卫们的球。 于是,他得到了一个令人敬畏的新外号,查尔斯爵士,巴克利在76人队待了8个赛季。 8年中,查尔斯爵士的名声越来越大,但是球队获得总冠军的希望却越来越小。 于是,巴克利整会来到了太阳队。 在太阳的第一年,巴克利达到了职业生涯的顶峰场,均拿下25.6分和12.2个篮板,带领太阳取得了62胜20负的队史最佳战绩。 他本人也当选为常规赛MVP,西部决赛对阵西雅图超音速。 巴克利第七场生死战中一人独得44分,24个篮板,率队杀入总决赛。 可惜的是,太阳最终在总决赛中以2比4不敌拥有桥单的公牛巴克利,就这样与总冠军擦身而过。 实际上,那年公牛战胜太阳的比赛都是在最后时刻采分出胜负。 多年后巴克利回忆到,我们的运气实在是太坏了,要知道,哪怕是其中的一场比赛,我们能在最后时刻投进一个该死的进球,我们就很有可能成为总冠军。 四年后,眼看总冠军的梦想要成炮影,巴克利再次要求转会。 这一次,他来到了拥有的雷格斯勒和奥拉朱旺的火箭,但是年迈的巨星组合并没能帮助查尔斯爵士完成自己最终的总冠军梦想。 巴克利因为左西的古四投机箭断裂而先不退役。 当他离开的时候,他仍然两手空空,不过人们显然不会忘了这个拥有统治力的胖子。 比尔沃顿腾说,在篮球场上,他能做任何事情,没人能像他这样。 他是一个统治级的篮板手和防守者,他能射进三分,还能运球和组织进攻。 当卡贝尔被问到如何形容巴克利时,他说,强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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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在是强硬。 卡贝尔一口气连说了九个强硬,NBA联盟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规则,那就是巴克利规则。 巴克利拥有也许是联盟历史上最朔壮的臀部,他持球被伸进攻时,几乎没有防守球员能够抵挡住他朔臀的连续攻击。 于是巴克利规则应运而生,这一规则的官方名称叫做被伸单打5秒规则,也就是说球员持球被伸单打的时间不能超过5秒钟,从此任何人都无法再用24秒的时间一步步的将防守队员拱到篮下,然后轻松得分了。